后来呢我们开始搭建开发环境 讲完那个RADGS如何操作 HTTP的一些基础知识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证实的不使用任何框架的基础上 把博客项目给它做起来 当然是只做这个soro短 前段的东西呢我们就后面就简单的写个页面调通就行了 前段我们就不管了 这也是我们课程的一个目标和范围 然后大家开发环境呢 稍微简单一点 我们就是从零搭建 不使用任何框架 所以说这就是需要我们从一个没有任何文件的一个文件夹开始 从零开始去搭建一下 然后呢我们将会使用这个none这个东西来 用工具来监测文件变化啊 这个工具来监测文件变化然后自动重启none 之前的是我们写例子都是写完之后自己去重启none 有一次我记得还 因为忘记重启而导致那个操作的时候没有出来 然后发现之后又重新重启一遍啊 非常的麻烦啊 然后呢是使用这个cross environment 来设置环境变量 这个工具呢 兼容mac linux和windows 所以说无论是你是什么样的用户呢 都使用这个工具 设置环境变量都没有问题 这些呢我们只是现在说一下而已 然后我们 接下来会通过代码来详细演示一下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代码去搭建吧 好那我们现在要新建一个目录啊 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们建了个目录叫blog1 因为我们还有blog2和blog3 接下来会讲我们先讲这个不使用任何框架来去做 首先地理生成的一个规则 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线下开发的时候数据库连接可能是连接线下的一个数据库 对吧 到了线上之后呢 上线之后呢我们的数据库的连接可能要连接线上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数据库 那数据库的配置不一样通过什么修改配置呢 我们就通过监测这个动作的变化来修改配置 包括redis也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后面都会讲 包括那个日志的记录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线下环境我们的日志可以直接打印在控制台中啊 有什么日志你直接从这打印出来 但是线上环境我们的日志需要记录在文件中 这个变化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个地方去标识 那我就通过这个东西去标识 如果是dev我们就直接打印在控制台中 如果是production那我们就把它写到写到文件中 这样的话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操作就分开了 但是至于具体说怎么去用这个东西以及怎么根据这个东西做一些数据库啊 redis还有那些什么日志的一些操作啊 我们后面再会讲啊 我们前面这是先做一个铺垫 把这个功能啊 这个基本的用法先把它说出来 OK那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要最后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 3w.js这个东西和这个app.js给它拆分开 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做一个 抽离就是不同的事情做一个抽离 因为app.js里面呢 他主要是为了我们的这个业务提供服务的一些业务代码来写的 我们接下来要做很多的配置 比如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一些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设置返回格式的配置对吧 我们接下来可能还要做更多的配置 比如说 获取cookie啊 获取那个post data 然后解析post data 然后解析url 解析query啊 等等这些 这些都是和基本的serve没有关系的 它是一些项目底层的一些业务代码 它中规还是一些业务代码 但是3w.js里面呢 它全是和这个serve的技术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获取了这个port 然后去启动一个服务对吧 这一块呢是一个比较基本的功能 然后这一块呢是这个基本功能基础上的一个callback的回调而已 所以说我们把这两个去拆分开 万一说 哪天我们有需要需要有新的修改 我们需要修改一些serve的东西 我们只需要改这一个文件就可以了对吧 我们就不需要改 这一个文件了 这也是说在开发系统的时候做设计的时候要尽量的去把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场景给它拆分开 然后他们之间去相互引用 这也是load.js也好 gns也好的这个模式化的一个真正的落地使用的一种场景 好这已经那个开发环境我们就打击完了 打击完之后呢 我们下一节就正式的开始通过这个环境的基础上 我们就开始去写路由 我们去写api 打击完之后 打击完之后